美金洛借 这个比赛是为了推广中华C池 澳在澳门的发展 来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 他第一次舉辦是在2016年的時候 今年我們也準備了一些豐富的獎項 也準備了一些收到很多優秀的作品 我首先講一講今天豐富的獎品 會領取到什麼豐富的獎品 冠軍、律師組和絕具組 他領取到的獎金就是澳門幣五千元 和獎杯證書 而亞軍就會領取到三千元 和獎杯還有證書 優議長就會獲得澳門幣一千元 還有獎金和證書 事不宜遲 我們首先來舉行這個展彩的儀式 首先我們有請澳門文化局代表 黃文輝學術及出版處處長 婆仔屋文創空間主席馬若龍建築師 澳門日報有限公司副刊主任鄭國偉代表 澳門書法院譚可文副院長 澳門書法院名譽會長吳在權先生 澳門書畫藝術聯誼會王玉玲副會長 還有我們今次比賽的評委 香港詩詞學會首席顧問王坤堯博士 澳門二龍侯私有任豐陳先生 澳門二龍侯私有譚詩詠軒先生 澳門大學代表楊小鳳學生事務項目專員 澳門緬華不友會王泉昌會長 我們觀樂儀基金會主席觀樂儀大律師 觀樂儀基金會副主席觀澤宗工程師 觀樂儀基金會副主席兼行政總裁江可惠先生 公正律師行政協調員蘇頑通 Andonio Sodelu 我們有請我們的工作人員獻上我們的展彩 好多謝各界今天的這麼多位代表出席 參與我們觀樂儀基金會第三屆全澳教律師創作比賽 我們的工作人員獻上我們的教授和展彩的橫幅 準備好3 2 1 第3屆全澳教律師創作比賽正式開幕 我們有請我們的攝影師先生幫我們這麼多位拍張照 好多謝這麼多位 有請我們的拍張照 有請我們的觀樂儀先生劉布 為我們獻上廣話 Kobai Kapan Taikau I'm going to speak in English that is better and I'm more familiar Welcome everyone for joining us here today on this meaningful event It may sound odd having me talking about Chinese poem But the truth is if you live in a Chinese community or in China You easily find poetry tablet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 inscribed with Chinese poetry Indeed, it take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tory of ancient China Which give us so many hints about the world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 China The Greek China as well its historical footprints It's such a grateful and interested fact That we still have so many understandable poems From famous ancient Chinese poets Because even though the language itself has evolved The base of this language remains the same And this is what makes it possible to give continuation to this art form I think in this so-called globalization That relates to everything and reaches everywher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Could get influenced by so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It's very important to let them know about their roots It is a pity if we could not continue the classic poem art form And the foundation decide to organize this yearly event To promote and to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continue such beautiful literature art The power of one is limited But if we gather the power of many There are limitless possibilities Without the help and support of so many passionate collaborators This success would not be possible Thank you everyone who contributes for the success of this event The support from the associations who collaborated To each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took their time To create such beautiful poems And I'd like to dedicate a special thanks To Miss Josephine Tang Josephine Kang Who initially brought us this idea Is spared no effort To make this all possible Thank you Josephine Thank you 我這裡稍微為官先生剛剛的講話 去 usted翻譯 歡迎大家抽空出席這批如此有意義的活動 只要一個人生活在中國社區 都很容易發現周遭的環境和事情 跟我們的私詞有關係 是的,我們可以發現到很多文化的足跡 中國的語言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也有不少的改變 但是很慶幸的是,我們現在還可以讀這些古詩詞 然後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特別是年輕的一輩 很容易被不同的文化影響 雖然這件事是沒有好或者壞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自己的根 觀樂儀先生明白到中國傳統詩詞如果不可以延續下去的話 這一點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我們觀樂儀基金會去搞中國傳統教律師比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觀樂儀先生也提到一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需要集合到很多人的力量才可以創造出無限的可能 這個比賽的活動成功舉辦是有賴這麼多單位的鼎力支持 很多謝為這個活動出力的每一位 多謝各位參加者 也特別多謝剛才走出來的我們的簡燕帝小姐 在整個活動的籌備上都是功不可沒的 觀樂儀先生的講話就是這麼多 那麼接下來我們也邀請我們比賽的評委 香港詩詞學會首席顧問王君堯先生為我們做出這個講話 主席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很多謝大會給我一個講話的機會 很高興澳門今次來也能夠見到很多師界的朋友 而且澳門也能夠舉辦這個比賽舉辦了三年 成績越來越好 譬如今屆的得獎作品我看過 其實手手都不錯 譬如特別是七絕方面 我覺得更加好 譬如冠關壽寫這個荔枝碗 我們知道是一個舊的船奧 澳門應該是一個 我可能不太了解 應該是一個民物保護的地方 這首詩也不錯 譬如它寫 古賊人版秀虎游公 浪白當年麗木棚 盼鐵高歌今夜夕 橫聽海角一旋風 首先寫出了過去熱鬧的場面 即是修理船 那些熱鬧的場面 當現在一切繁華過盡之後 就是橫聽海角一旋風 在淨夜中 來到海濱 在海邊見到這個船奧 憑吊滄亡 亞軍也不錯 亞軍寫起樓 堅成鋼鐵面營沙 背庫磚泥 竹網爬 不過我想它的建樓 它之前都是寫實的 但這些是過去的寫實 我想現在香港 現在多數用組裝建屋 通常做好配件 在工地裝起來 其實三五天可以建屋 即是在香港 大陸更加快 用組裝的方式 所以還要用背庫泥沙 尊鋼竹網爬 我想這個是比較舊式傳統 不過我們不要緊 因為其實它用了舊式 舊式 但它的寓意很好 特別想起兩句 它一轉就馬上轉到 汗灑高樓千百座 舉頭何處是吾家 突然看到 建了這麼多屋 又面對澳門的居住問題 那些工人有份建屋 但是不是真的有份居住呢 我想大家心中都明白了 所以這首詩也都相當不錯 說到一些工人 為他人作戒衣上奉獻了努力 但有時未必得到相應的回報 季軍手其實也不錯 其實三首 即是這個冠軍 哪個冠軍 其實都是評判一念之間 想起評分 後來大家就定出了冠季 第三首不錯 第三首是虛職事實 寫龍爪國 我們知道黑沙實實是沒有龍 但現在因為有龍爪 可以想像中 那條龍應該都在這裏 所以就寫 爪痕印石藏關山 靜海黃龍去不還 不錯的 那隻龍是飛走了 但腳印爪痕還在這裏 所以特別是寫到 夜色蒼亡的時候 月朗波程融一色 穿梭去如火都水雲間 所以意境都是寫得很漂亮 所以詩有寫實 亦都要有它的寓意 有一個託意 將寫實和託意 即是虛實相間 其實三首都是寫澳門的本色 都是澳門當地的風光 其他有些優異都不錯 比如寫營火蟲 風高如黑 天如墨 流住人間 一線光 那真是營火蟲很貼身的描寫 另外寫爬山虎 日日斑爬喜賢虎 他朝必上最高層 亦都是借師來到寄意 一種往上爬的狀懷 律師更加好 因為律師的容量比較大 比如冠軍寫梁鼎的事 這首好處 將梁鼎一生的智節 一生的成就 其實就濃縮在八句詩裏面 如果大家要註釋一下 其實八句詩就剛才說出了一生 特別結尾 他是一個遺老的身份 他忠於故君 即是江水皇帝 在崇嶺中樹等 他都寫出遺文的氣節 所以這首是大家沒有異議 一致認為是冠軍的作品 第二首 亞軍從由珠光也很漂亮 例如他寫得虛 江流一片星輝月 月照千年客映來 珠光千年的光水滔滔不準 這個作者千年後 從來也面對古今蒼亡的記憶 他想起珠光很快 就有一個木棉花開的盛世 所以他想起 喬東亦日明下處 念是紅棉路放台 想到將來紅棉盛開 珠光兩岸應該是更加漂亮的 貴君寫酷暑 六月 我想寫詩時候熱得飛氣 今晚天氣很快 兩袖清風心自在 一湖香冥也神仙 這是神仙的生活 遊閒的生活 另外一位朋友寫《龍華茶樓》 用了一些比較通俗的語言 一中兩見千家戀 六味三生百里仙 將舊式茶具 這種趣味寫出來 所以很高興澳門 因為有這個比賽 每年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是湧現出來的 不過今年有些少許遺憾 就是得獎人 都是上一屬年的大家名家 我們希望有更多年輕的朋友 例如大學生、年輕的朋友 能夠得獎 因為詩畢竟是 我們一方面傳承 一方面亦要發展 有時除了傳承之外 如果我們能夠 還有一些年輕的學生 可能創意更加豐富 尤其是詩 就是無中生有 本來沒有的東西寫到熱實 例如龍爪國 何尚有龍 但寫到真的龍 好像真的出現了 所以這些都是無中生有 更加豐富我們的精神生活 多謝大家 多謝王博士 多謝王博士 我們得獎的作品 提供了一個講話 接下來了 我們亦邀請我們的比賽評委 澳門二龍猴師友 薛榮軒先生 說我們做這個講話 謝謝 那些評判的事 黃教授都說了 好像沒什麼要說 我先說一下 其實 詩詞是 是中華國水 在中國 兩岸四地 或者海外 每年都很多詩賽 就好像 香港政府 康文署 搞的 全港詩詞創作比賽 台灣 有個台北文學獎 它有一份 叫做古典詩詞比賽 如果說國內 好像更加多 隨便舉個例子都可以 好像 馬安山市 即安徽省 馬安山 這個叫做中國李伯 詩歌哲 連李伯都拿出來 昆山市 有個政府 搞的 古典詩歌大賽 澳門這方面 就是 觀樂儀基金會 和二龍牛私有 由三年前開始 聯合舉辦 全澳格律師 創作比賽 聽不聽得出 有什麼分別 分別 我們就很留意 這個格律兩個字 因為自從唐朝以來 我會說得很快 你不用怕 我知道了 由唐朝開始 有個格律師已經形成了 我們已經是 接下來 就成為了一個 中國人寫詩的主流 所以 這個格律 很重要 對於中國詩來計 一直流傳到現在 都是這樣 反而 我們看到 現在很多時候上網 很多詩都亂來 很多都是 就算有時在報章看到的詩 都未必一定符合格律 所以其實 我們 扮演這個詩賽著的原因 就是希望 喚起一下 澳門文化界 對於這個格律 格律師 的關注 以及希望喚起一下 很多 譬如 就算是 學校 或者是 格律師的私人 他們都希望 他們更加 注重 這個 寫格律師的嚴謹態度 希望 藉此 更加可以發揚光大 令到 格律師 在澳門 可以發揚光大 就是這樣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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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先生的講話 我們剛才了解了中國的視覺 去了解格律師 現在有請我們邀請 請我們婆仔屋文創空間主席 馬若龍建築師 從另一個視角出發 有請 我講英文 你幫我翻譯嗎? 我怎麼講廣東話翻譯? 講中文嗎? 看不到啊 沒有試陣學士 普通話 好 我不會唱戲的 我很快的 剛才幾位朋友 專家說了 我學了一些東西 但學了一點點 因為我的漢話和漢詞更失禮 剛才那兩個字 我也請吳在乾先生幫我補充一下 我可以明白 但那一會兒講少少譜文 即使給我們 特別是我很喜歡書法 雖然我不懂我整個視法 我將來吃糧 我會學書法 第一 又長命 第二 又控制到我的癡 那個氣 還有我覺得是一個最高級的藝術 講中鋼 歐洲沒有的 整個歐洲西日舞的詩法是一個高級的藝術 它有詩法 歌德 有很多羅馬詞 但是它不是覺得它很高的 它是畫 但是中國 和亞洲 東方 東歐 書法 都有一些文化的 有一些文明的 是覺得是很高級的 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看到的幾個藝術 中文 澎文 英文 澎文 意大利文 法文 等等 西班牙文 有介紹的 那些寫書法的 我都有看的 用來學一些 但是很難 因為不懂得看中文 那我講兩句澎文好嗎 我在讀書法的 我講 不懂得看中文 因為例如說 我為了解一下 我不是一個人在祖語的 姊姊姊姊姊是一種的 但是它是一種大學的 而是有一種大學的 而是一種很重要的 於現在博士想法我們 베 西 mij教掌 用上一種科學伊末的 一種科學的 一種武器的 是在這類的 我個人也喜歡一點烈料理,啊看成本〈文〈文〉 她的一聞 forgot,她的文化,她的紀念也有充分 提起,在昆资格上的文化,很大起東 有的文化我不太大, that the文化的文化 是一種皇上的文化,而是一種文化, 但在西方的西方也不存在 而是中国的项目 也有很多类型的类型 基本上配合 subject to Swiss 這就是必須幻幻子 我 acabou想到给我 我可以解釋我 我可以不要擁有这个感觉,想要洗掉 我的心脏抢 我能继续懂我 我就是在家人眼ról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你脏抢 我可以帮你 二隆后,以及这么多个司法 以及这么多个热情的支持 准备将来这么多个大师 将来的年轻人 保持这个传统、书法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我认识一点点,但我也很欢喜 这些全部都是黑色 因为黑色是中国的墨 是其中八个宝贝 十个宝贝 宝贝 宝贝 就是墨 没错 所以做黑色的是绝对的 因为传统的墨是黑色的 很多平面设计 比较年轻的、不懂的 用别的颜色来写 传统的中式的书法 是不对的 所以全部都是黑色 因为我很欢喜 因为跟着和尊重 那个传统 我们要发展 我也喜欢设计这些很新的 最 modern 的东西 年轻人都要想 社会走前要很 modern 但是一定要有他的历史 他那个过去传统的手指引 没有手指引 没有手指引 没有他自己的特色 没有他自己的历史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是一块石 是保荣的 多谢大家 很多谢马友龙建筑师 我们带来的讲话 那么多的讲话 我们都获益良多 都学到不少东西 之后来到我们的 斑法纪念品的环节 有请我们 冠雷尔基金会主席 冠雷尔大律师 斑法纪念品 斑法纪念品 文化局学术及出版署 王文辉署长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 还有二龙侯诗友代表 任风陈先生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逐一送相 纪念品 拍照留念 我们下一位是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 由代领 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然后我们拍照留念 接下来是二龙侯诗友代表 任风陈先生 我们拍照留念 我们拍照留念 好多谢 观泽中工程师 颁发纪念品 接下来是二龙侯诗友代表 给澳门书法院 给澳门书法院 区耀南先生 拍照留念 我们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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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接下来是我们的比赛评委 澳门近代文学创会会长 董景斌教授 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我们代领的纪念 奖状都会留在观察义基金会 或者我们会专人送上 给我们的获班授纪念品的人 接下来是我们的比赛评委 香港诗词学会首席顾问 黄君尧教授 接受纪念品 我们可以拍照留念 多谢观泽中工程师 接下来我们有请观泰移基金会行政总裁 江可为先生颁发纪念品 给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会长 冯刚毅先生 因为冯刚毅先生 他有事未能出席 会将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接下来是我们的比赛评委 澳门二龙侯私有 任风陈先生 拍照留念 接下来是澳门二龙侯私有 冯荣轻先生 接受我们的纪念品 拍照留念 好 多谢 好 多谢 好 多谢我们的行政总裁 江可为先生 招下来我们有请观泰移基金会 文化部助理 施天娜小姐 谢谢 班法纪念品给我们比赛的顾问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冯傾诚博士 因为冯傾诚博士未能抽空出席 所以会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我们也会有专人送上 我们的纪念品给冯傾诚博士 谢谢 谢谢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比赛顾问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委员 胡培洲校长 因为胡培洲校长 都是未能抽空出席的 所以会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纪念品会留在基金会 或者由我们的专人送上 好多谢施天娜小姐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要的颁奖环节 我们首先颁发绝巨组 绝巨组的冠军 是会由我们的观乐仪基金会主席 观乐仪大律师出来颁发 相信大家都可以在澳门日报的公布上 明天看到冠军是哪位得出 绝巨组冠冠军 谭建秋先生 因为谭建超先生 又是未能抽空出席 会由我们的代表代领 好 我们拍照留念 好多谢基金会主席 观乐仪先生 请就座 接下来 我们的绝巨组亚冠 会由澳门书法院 荣誉院长吴在权先生 颁发给刘晓云 绝巨组组的亚军 有请刘女士 恭喜 我们可以拍照留念 好多谢吴远长 请就座 谢谢 然后我们有请澳门日报有限公司 副行主任郑国伟先生 颁发我们的绝巨组 贵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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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恭喜 我们拍照留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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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就座 接下来我们颁发优异组的获奖 参加者 有请澳门缅华北友会 许冠传理事长 谢谢 颁发我们绝巨组的优异得奖者 李长纳先生 恭喜 我們會拍照留念 好,多謝 接下來也會繼續頒發 請 許君主 請許理事長留步 請許理事長留步 繼續頒發我們的絕具組優異的參賽者,梁玉悅 接下來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好,有勞許理事長 請就座 接下來我們有請澳門書畫藝術聯誼會 黃玉玲副會長頒發獎項 頒發給絕具組的優異參賽者,張帆菲 有請 我們可以在台中間拍照留念 多謝 有請黃副會長留步 繼續頒發絕具組的優異參賽者,李烈聲 好,恭喜 謝謝 接下來有請我們觀樂儀基金會的協調員 頒發獎項給絕具組的優異參賽者,任永安 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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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的王國超 給我們的王國超優異參賽者 謝謝 謝謝 拍照留念 拍照留念 謝謝 謝謝 很多藝衣 謝謝 接下來了有請觀樂儀基金會的副主席 關澤宗先生 为我们颁发绝具组的优异参赛者李秋荣 李秋荣又是未能抽空出席 为我们的代表代领 拍照留念 我们的奖项会有专人送相送给李秋荣 有请我们的观察中先生继续留步 颁发绝具组的优异奖庄德华 恭喜 我们可以拍照留念 很多谢观察中副主席 请就座 然后有请我们澳门前培政中学校长李长立先生 为我们颁发奖状给郑耀诚先生 会亦因为郑耀诚先生未能抽空出席 因为我们的代表代领 亦都重复了很多次 我们会有我们的专人为他送上我们的奖装 多谢 有请留步 请留步 请校长留步 因为会继续颁发给邮二组的陈牌阳 陈牌阳 陈牌阳 有请陈牌阳领长 和我们拍照留念 好 多谢校长 多谢参赛者 那我们班原住居组 就会颁发律师组的冠军 我们有请澳母文化局学术及出版处 王文辉处长颁发 律师组的冠冠 郑晓云 刘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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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拍照留念 恭喜 多谢组长 多谢刘晓云 参赛者 接下来我们有请婆仔屋 民創空間主席馬若龍建築師 和我們頒法律師組的亞軍譚建秋 譚建秋超 因為譚建超先生 他亦未能夠抽空出席 都是會由我們的代表代領的 我們都看到我們的代表是會代領了很多次 拿了拿到三個 為太陽作戒 這一刻他就是譚建超的代表 好,多謝馬若龍建築師 我們有請澳門書法院歐耀南院長 我們頒法律師組的貴軍鍾一輝 謝謝 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多謝 謝謝頒獎者和得獎者 接下來我們有請澳門書法院譚可文副院長 和我們頒發律師組優議長王國昭 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有請譚院長留步繼續頒發律師組優議得獎者鄭耀誠 因為鄭耀誠先生未能抽空出席 都是由我們的代表代領 我們的獎項會有專人送上 招來我們有請澳門書法院黎聖培副院長和我們的律師組優議得獎者李烈星頒獎 有請黎副院長頒獎給李烈星 恭喜 我們看看鏡頭拍張照 有請黎副院長留步 有請黎副院長留步頒獎給律師組的優議組冠軍莊德華 有請莊德華得獎者 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好多謝院長多謝莊德華小姐 接下來了我們有請公正律師行政協調員蘇彥通先生 Antonio Sodeiru為我們頒發獎項 給邱二祖范日文先生 我們可以拍照留念 接下來了我們的蘇先生會為我們繼續頒發律師組優議得獎者 謝謝劉居尚先生 恭喜 我們看一看鏡頭拍照留念 好多謝蘇彥通先生 好多謝蘇彥通先生 接下來了我們有請澳門緬華不友會 黃泉昌會長和我們頒發律師組優議長劉富華 有請黃會長頒發獎項給劉富華 好多謝蘇彥通先生 恭喜 我們可以看一看鏡頭拍張照 好有請黃院長劉布 繼續頒發律師組優議得獎者潘倫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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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謝王會長 謝謝潘倫山參賽者 謝謝你們請周座 我們有請觀樂儀基金會協調員 Galush Ganhitte 為我們頒發律師組的優異得獎者 陳派陽 我們都是陳先生本人出席領獎的 謝謝 我們看一看鏡頭拍照留念 有請我們Galush留步 有請我們Galush Ganhitte留步 繼續頒發律師組優異麥麗善 得獎者 沒有得獎者是有合的 你找人家 OK OK 恭喜 恭喜 謝謝這麼多位 出席我們今天的頒獎儀式 還有開幕儀式 這麼多位得獎者 他們的獎品都是會有一個盒子的 你們領獎後想要一個盒子的話 可以問回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也準備 觀樂儀基金會 也準備了很多的茶點 還有飲品 給這麼多位享用 再一次在這裡 多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責禮 多謝 今天請問一下 請ähän給大家 謝謝 請問一下 提籬 謝謝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